恶作剧拔车牌这下恐怕得吃上行则了 新北市新店一名正姓男子被好友借了上万元 他不满对方有钱改车却不还钱 于是找来同伙拔了他的车牌泄愤 而且还拍下过程贴上社区媒体 没有想到事后却被提告 由于是三人犯案加上持有凶器 被检察官认定构成了加重窃盗罪 最高得面临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凌晨两点半三名男子共权一辆轿车 来到新店安和路的巷弄 随后锁定路边一辆机车 三两下就把机车的大牌偷走 这画面不止被兼许器拍下 他们还自己录影上传 让当事人看到气炸了 闲犯作案的影片上传的IG限时动态 呛吓被害人有钱改车却没有钱还 影片成为了犯罪铁证 受害人当天也下楼确认 得知车牌真的被好友偷走 气得对三名男子提出告诉 警方事后调查原来双方是借贷纠纷 被害人跟嫌犯借了数万元 没有还这嫌犯心有不甘 讨不到钱就拔车牌恶作剧 被告正姓男子事后公称 拔车牌纯粹是恶作剧开玩笑 提醒对方要还钱没有窃盗犯益 而另外名称姓同伙则是公称 自己帮忙录影没有动手拔牌 但检察官认为两个人合作拆螺丝 录影的还帮忙把风属于共犯结构 因此一加重窃盗罪起诉 刑期最低六月以上最高五年以下 一个病科五十万以下的罚金 要是客观上面对人的生命身体 安全上有威胁性的物品 就容易被认定为凶器 有两个负责来拆解车牌 有一个负责拍摄 已经构成刑把三百二十一条 三人以上截火窃盗罪 这下被欠的钱逃不回来 事后更有高几率之上的刑则 一时气愤恶作剧后果真严重 记者先当张士奎新北市报道